各国针对疫苗护照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东盟经济部长就提议 推出东盟通用的数码疫苗接种证书 好让多个重创的经济领域能早是恢复生气 尤其是冻结已久的旅游业 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高级部长 拉多斯里·阿斯明有信心 一旦实行可以让所有成员国受惠 阿斯明今天出席第27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后 简短回应课题 今天的议程包括加速推进东盟全变复苏框架 协助各成员国摆脱经济困境 扩大合作领域 阿斯明也透露 会议上也谈到必需品非关税措施 各国也考虑增加货品清单 大合作领域 這個時候 有